插冬町農会继续健康愿者新的一年 就主来增加瑞宝完工的向心力 第四年基盘健康夸当是欣旧百人来参加 对丹富将军苗来策划 及白天的大情话囚 但又是1点正的路程 让大家有机会来请勤台主任 这次也全天邀请德南人员来进行介绍 认识我们自己生活的这篇土地 为了健康愿者新的新年 充满活力向增加 超纯顶農会 认识每年的家伙分基本进行活动 渐渐新闻传统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这边还有20万位農会退休的传播到这里参加 一早早大家为丹富将军苗出发 按照英会报道在丹富丁的大情话囚 那结果很好 来这里打粉丹一粒 美败啦 很好 我们总监苗这人也很幸福 真心意给我们了解了 对了一段时间的路程 用相片进行社会自己生活的这篇土地 接受大传以外 也挑战到大家的感情 有机会共同一起散步一起运动 对健康很好 就是这样很快乐 就谢谢大家 这样的健康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流汗 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 而且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充满活力 登记为農民为地坑和务 農会农丝观感的健康 鼓励大家集穿的传统 这边近日陪着渡栏解释 加入到文化的观赏 让他们在外面更加重视恐怖 继续努力当中 大家团结一致 我们把草的农会做得更好 我们最近推动了很多的活动 陆续也都在执行当中 比如说这几年来 我们针对我们这个 75岁老人的这个健保补助 我们全额补助 我们是自力的在推动 那对于我们血统的血债的补助 我们也是全额的补助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草屯会员的子女们 读书不用钱 活动 耶 草屯丁荣会登记以来的用心 大家可以看到 不然辅助农民提升合部的好路 今天推动到各行公业活动 在大家的 广东合作与传结之下 登陷活力的真心 记者 明星 蔡伯报道